早安,大家好,我是家聪 大家都知道,香港和澳門已經封關了一段時間 我還是來不到香港 於是我今天R.I.P.這個系列,一直都拍不到 對上一條好像已經是大半年前 我也想著,算了,也不會有機會拍 但是,除了這個科技,越來越發達 我們跟人聊天,已經不需要面對面 我們透過電話、電腦、Facetime、Meet等程式 已經可以見到大家 所以,今天R.I.P.又回來了 但是,這次特別的東西就是,我們透過這個Meet 在上面訪問,聊聊天 這次我們的嘉賓就要邀請到 袁偉導演,林家欣和陳家樂 訪問已經做了 不過,大家知道,我們公司的網是非常之差 然後,我們這個訪問的過程是很不順利的 因為我們起格,然後呢 有時候會,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在整個畫面定了 可能我問了一個問題,我問了一大論的時候 我就看到三位嘉賓已經定了在那裡 是沒有反應的 然後,他們都聽不到問些什麼 然後,我就愚蠢蠢對著鏡頭 說了可能幾十秒的事情 然後,沒有人有反應的 不過,其實這個情況,我早已經預料了 所以,其實我也找了對面的工作人員幫手 他們就已經拿了電話 錄下當時的情況 以防萬億的,結果真的出了事 現在,就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不如就看看我們當日訪問的片段,好嗎? Hello,袁導演,Hello,佳欣,Hello,佳樂 Hello,佳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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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們很新戲,現在準備上了 那就和大家聊聊天,訪問一下你們 還有,我前陣子,也不是前陣子 就已經在IG那裡收集了一些問題 觀眾會想問一下佳欣和佳樂 那一間我也要代他們問你們 所以你們OK的嗎? 有些人不太問的 他剛才也要拍照 她的畫面又定了 那畫面 等一下 不可以,怎麼辦 好,我明明是給你定了 對不對 昨天就在IG那裡 就跟觀眾收集了一些問題 就想問一下佳欣和佳樂 等一下我就要代他們問兩位 就是代他們 那就不太問的 可能中間有些很激烈的問題 也不關我的事,先戴上我的頭盔 首先問一下袁導演 我知道這次的《死因無可疑》 是以日本的恐怖小說 《黑暗之家》改編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 故事很遠,二十多年前 當他剛剛出書的時候 我在旺角看到這本書 當年看的時候覺得很震靈 很緊張、刺激 看完就沒有了,放下了 二十幾年之後,即是三年前 電影公司就拿了一張 一張書彈出來 那張書彈是日本的出版社 大約在一百本書裡面 他就給我解釋這些故事 你有沒有聽到最快的篇 我看了一看,為什麼這本書在裡面 我隔了二十幾年之後再看 其實仍然是很緊張、刺激 只是說他有一個靈魂 我當時就跟大家談 不如改一篇這個故事 因為我自然提供我印象很深刻 後來就成了事 也挺有緣份的 就是你二十幾年前看過 然後二十幾年前再相遇 然後你將它拍成電影 所以譬如今次拍這個 沒有可疑 當中有沒有一些比較難的東西 你覺得有挑戰性的東西 難的就是它是港產變 港產變我們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資源不算太好 那我們就要很努力 在各個方面去令到這件事完整 或者看起來不像一部製作粗糙的電影 其實裡面的準備功夫 所有拍攝的方法都要是 經過很多很多的努力 才可以做到這樣的式 現在我們想做的是一部經濟片 其實經濟片的特色就是 它很快讓你知道 對壞人是誰 你都沒有辦法的 你要走不掉 就是令你一路很害怕很害怕 在經濟片 挺恐怖的 不過我自己就少看這件事 因為我很小膽 我想問家欣 家欣這次是第二次和先生合作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感覺 就是和第一次的分別 有沒有什麼不同 第二次和原導演合作 他放手很多 第一次因為始終他首部電影作品 SOVER拍了這麼多戲裡面 我還沒聽過一個導演說 我懶,偷懶 他竟然是暗示前面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偷懶 哇! 接著我直接吃腳的尖 天啊! 著了火 你試試看 OK 頭髮都弄了 然後我這次和他合作 他是完全好 因為他知道 本身的角色離我沒有遙遠 所以我自己 他還沒出聲我自己在 自我審查 自我迫不 他不停地做很多功課 為了他去籌備 甚至給我的角色 所以他之前是說你偷懶 這麼大膽 對呀!我多大膽 要練死他 哈哈哈哈哈哈 原導演果然是夠僵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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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知你其實演戲經驗都很豐富 但今次這個角色 就是沈梓玲這個角色 其實都很有挑戰性 你剛剛都說 你自己很遠 你覺得有什麼難度 因為我也看過一些報道 聽說你是要狂吃宵夜的 真肥肥十磅 然後又要留幾個月的白頭髮 所以戲裡的白頭髮是自己的 然後又不可以做Facial 不可以擦Cryma 終於每天 因為劇組要化一個殘妝 所以要上酒精 再上一些突化 然後要戴眼睛 因為他有一個左眼是弱視的 幾乎是看不到的 他好像又見了我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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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五個下他就... 對一個演員的挑戰 就是你很多外在的限制 你如何在這麼多外在的限制 你都找到角色的自由 其實是很過癮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這些不舒服 例如長年戴的Corn 你感覺到那個Corn 好像... 你和我的眼睛黏住了 但是那個... 一戴那個Corn 甚至令到你了 就是我一脫了Corn 因為導演也有說 哎呀... 文靜抽身碼 你不要那麼辛苦 脫了下來 帶回那個擦食眼鏡 但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脫了Corn 我立即... 狀態是不同了 因為你... 你真的一邊眼睛看不到 那那個已經是一個... 一個... 就是... 在角色裡的一個世界的觀點 所以就... 寧於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是很幫助我 但是我想問一問 因為我... 聽說你有增肥度 我想問你現在這個狀態 是不是瘦犯 還是增肥了 都是這麼瘦啊? 我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我想看... 我暫時看不出你有增肥度 所以就想問一下 是不是已經瘦犯 我現在瘦犯了 哦... 嚇得我啊 喂...你嚇到我啊 真的... 哦...我... 我多怕是你增肥了 都是這麼瘦 哈哈哈 家禄這次是不是第一次 跟家欣合作啊? 我試過一兩套戲 又同一套戲出現過的 但是... 就沒有什麼正式合作的 對手的機會了 那這次這套 就真的是第一次了 那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拍完之後 其實拍攝的時候有點害怕的 因為家欣呢 她是... 保持著... 沈梓玲的狀態在現場的 即... 即... 她不像現在這樣 好笑得很開心 又會很多話說 她不是的 拍攝的時候她是比較... 酷一點 不是太多說話 但是她的樣子又... 即... 不是我騙開過家欣來的 哈哈哈 其實我有時候我懷疑 那... 家欣平時這樣呢 是化妝的嗎? 哈哈哈 哈哈哈 即是... 即是... 因為... 家欣的樣子是... 其實真的挺... 挺害怕的 她弄成白頭髮 有些... 有些蓬鬆 然後... 有個... 肚腩 是很明顯看到肚腩的 原來家欣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導演要她 做到這樣 我以為家欣真的這樣 不是這樣 是有點害怕她的 那時候我們其實是比較少溝通的 那是... 即是... 現在見到真實的家欣才知道 先... 先讓大家膽敢聊天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也沒有鬼用去問她 為何一間你會有肚腩 或者知道你這些 我有問到白頭髮的 因為她的白頭髮原來... 我一開始以為是假的 我就覺得很真 然後就... 哇... 原來這些特技都挺厲害的 哈哈哈 家欣不是說是自己留的 即是白頭髮都可以控制的 就是挺厲害的演員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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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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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回來了 OK 加樂這次 就是... 跟很多前輩 就是秋生、唐哥、家欣 還有一次本合作 會不會有些緊張 這次的拍攝 真的坦白說是沒有的 即是捆下去 我不可以... 比下去 我要做好一點 去跟他們一起去做戲 即是不會害怕 你不會... 不會擔心 就是... 激毀了自己 然後就想大家三位 會不會介紹一下這部戲 我們用... 一人一句對話 是 秋生的一句對話 就是叫做... 因為你... 好人 你聽過戲你就知道 OK 因為這個是... 是給家聰你的 你一會兒要總結這部戲 說什麼 你幫我們完成整個故事出來 我經常聽過這個東西 我經常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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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就是... 搶細包加咖啡 一吃完就有力了 暫時聽過 都大約知道 在這部戲說什麼 好 到家樂了 我終於知道 什麼叫做地獄之路 是由善意掏成的 這樣對家聰我不公平 這三個很難... 很難鼓 我給你一句 就是說... 保險是幫人 不是愛人 我從這四句 我如果組織 我會覺得這個是... 有個男生 可能就 跟那個女人示愛 那個女人就... 拒絕了他 就派好人卡 因為你是好人 他就不出去 他就很不開心 他整個人無精打賽 然後... 他就... 去了茶餐廳 那茶餐廳的伙計 就叫我 這麼不精神的 醒神一點 他就說 怎樣醒神 然後家欣就跟他說 搶仔包加咖啡 很精神 就是這樣 可能他就吃完吃完之後 然後可能就... 噎到 然後呢 就離開了這個... 人世那裡 然後就... 跟家樂哥一樣 地獄之內有善意鋪成 因為家欣是一個善意 而送了他下去 就是... 類似這樣 我推測就是一套這樣的 搶仔包引起的一個命案 劇情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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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因都無可言 對... 就是槍仔包強 OK 我不管太多 免得劇透給他們 最後呢 我還有幾條問題 就是... 在IG story 還想問一下 家樂和家欣 家樂平時有沒有打遊戲 如果有 有打開什麼遊戲 我... 有的 不過我只帶一隻遊戲 去打Viva 都不錯 都不錯 都厲害 我玩普及的 我上網和人玩 就是我跟人打 跟著... 一班人... 組一隊人去跟他們打 OK的 我D1的 我D1的 OK 有個流行是會遇到你的嗎 會遇到我的 會的 下一條就是問一下家欣 家欣你五個角色 那有什麼角色是你沒演過 但你又很想去演的 其實我... 我... 我總是覺得 我為何沒人不找過演愛情 還要有一個好結局 我居然不想 苦亂呀 單戀呀 總之都是 沒有好結局的愛情 不要理會啦 但是大大... 在跟你都很難 她不想讓你和其他男人 有好結局 你的演戲嘛 我怎麼成功 都不行 OK... OK... 其實你就最想演一個愛情節 但是有一個Happy Ending 對呀 可不可以 我覺得自己演了很多 沒有好結局的角色 給我一個好結局 講到明白 我看到原部已經靈感透露 可以有愛情 但可能還是要有不好的結局 好的 好的結局是我的 阿龍演出已經有了 第三條就是問加朗 加朗以我熟知你也很喜歡唱歌 剛才跟我熟悉導演那次訪問 他就問你 你會不會嘗試做歌手 我會不會做歌手 不會 我不想影響樂壇 你不想弄回我 我不想弄回他 歌手角色 我試過一次 如果在電影中去做歌手 或者有電影主題曲 反而都可以玩一下 但如果真的要去做歌手 好像加欣一樣出碟 就不行了 所以某程度上 你是拯救了學壇的男人 加朗 不用客氣 最後一條問題 也是觀眾問的 就是加欣你最欣賞自己的身體 甚麼部位 你看那邊沒有那麼多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在空想 你應該要問導演 對 你最欣賞林家是甚麼部位 不要亂說話 哈哈哈哈 你要問我甚麼 對呀 問你 對呀 很糟糕 答錯就出事了 我很欣賞他的眼睛 哦 因為觀眾是文家人 我很家人自然 好 耳仔 耳仔為甚麼呢 因為耳仔 我覺得好像在隱蔽位置有些字 每個人的耳仔結構都不同 那我又很喜歡戴耳環 我又喜歡戴一些不起眼的耳環 那我就覺得 啊 留意到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我們聽到 觀眾聽到就是最喜歡耳仔 那袁導演 你應該聽到他是 喜歡耳環 所以可能他在暗示一些東西給你 哈哈哈哈 他已經整天在這裏透露了 我喜歡戴一些不同的耳環 但可能要不起眼的 款式也給你提示 OK OK 那可能你要懂 懂了 哈哈哈哈 嘩 依然的網絡依然都很差 那我現在暫時看到你們三個畫面都定在這裏 那不要緊要憑我的想像力 那再一次多謝袁導演 嘉欣和賈老 這次做了訪問 還有不好意思 這個網絡太嚴重了 好 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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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如拍張照片 哇 好啊 你那邊拍不可以 我拍啊 我拍啊 好好 儘量捧那個位置 不要放在中間 因為中間會好像 好像我離開了那樣 那樣啊 我需要配合一下嗎 笑 笑 笑 另外就是我們三個沒有表情 是死因沒有可言的 沒有可言 沒有可言 OK 好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pains